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个空间 一杯咖啡 一份蔬食 Kevin用心打造的咖啡馆 串起许多人的生活记忆 早餐有多重要呢 你的早餐又该怎么吃 让营养师来告诉你 餐厅吹起裸食风 原味天然的食物 是不是应就很美味呢 今天让蔡翔去亲身体验 开咖啡厅是非常多人的梦想 Kevin也不例外 而且呢 他选择用蔬食当成这里的主食 希望能够营造一个纯净的环境 让来到这里的客人 都能够享受一段美好的时光 位在台北大志地区的巷弄里 有家空间宽敞 洁净舒适的咖啡店 他们提供免费网路与插座 还有不限时间 让你可以找个角落 慢慢享用你的餐点 经营者Kevin 在十年前构筑他的梦想蓝图 蔬食就是其中一环 但非本科系毕业 又对蔬食不了解的他 光是要研发菜单 就经过半年以上 我们就到处去吃去尝试 然后回来也是 试的这个东西还不错 然后我们回来试试看 然后再去做一些调整 其实失败非常多 因为你每次去吃 吃完之后你回来试 试的你并不是每一次 都是我们能够做得到的东西 好 那譬如说像以清酱 像有些人用松脂啊 那种比较高贵的食材 OK 可以做 但是以做生意的角度来看的话 它的成本又会墊高 你要平衡到那个美味 你要去找很多不同的食材 来去调整到说 它可以去取代这个 高档食材的这个风味 但是你的价格又是能够很亲民 每次再调整食材或比例 Kevin都觉得特别有乐趣 一旦试验成功 就充满了成就感 尤其店里的招牌松饼 更是他引以为傲的作品 我们对原物料的选择 其实都还蛮注重的 像譬如说我们不用泡打粉 我们是自己用酵母 让它自己发酵 蛋也是用SGS的认真养生蛋 奶油也是用好的 法国艺丝尼的奶油 我们也不是用一般的松饼粉 用酵母 它跟泡打粉的差别 酵母活要花六个小时的时间 去让它自然发酵 但是泡打粉很快 半个小时搞定 但是我觉得那个是 比较不够天然的东西 松饼粉要拌入牛奶 得一步一步分次倒入搅拌 才能均匀 而挑选九层塔 也得仔细的一片一片 挑掉不完好的叶片 在每个步骤 都可以看到Kevin的严谨与细心 做吃的 我觉得你自己要敢吃 你要敢让你的小孩每天吃 你把你的客人当作是你的小孩 当你可以做到这样子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 做吃的人的一个良心 虽然他食材成本真的是很高 但是如果你敢把这个东西拿给你小孩每天吃 我相信这个东西是没有问题的 蛮Q的 脆脆的 再加拉的蜂蜜 整个口感提升得非常棒 我平常大概两个礼拜会来一次 我的工作关系常常会跟我的客户啊 跟客人会来这边用轻松的方式跟客人聊生意 其实今天是我第一次来 就觉得还蛮舒适的 觉得说怎么会有这么宽敞的地方 那今天还跟就是朋友跟老板讲说 下次可能我小孩的聚会或我的聚会可以在这边办这样子 一开始Kevin为了圆梦打造这家店 中间经过生意的跌宕起伏 这里似乎变成了他养家活口的责任 但Kevin从没想到 这家咖啡馆竟然也变成了顾客们人生舞台中的重要场景 我有一个祭祀本 他们有来过这边就是第一次跟老婆见面 也有人来这边求过婚的 然后呢就是一段时间去翻一翻 有时候会会心一笑啦 就说因为我们提供这样的场所 能够让这么多人在这边 所有的喜怒哀乐都会在这边有一个回忆啊 留言本上还有一些感谢老板提供这样场地的字句 这些都是鼓励Kevin继续向前的动力 而他不断用心所做出来的蔬食 也让他的店在市场上独树一格 成为更多人生命旅程中的休息站 根据美国心脏学会研究报告指出 没有吃早餐习惯的人啊 肥胖的机会是每日吃早餐的两倍以上 而且不吃早餐的问题不仅于此哦 到底早餐有多重要又该怎么吃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早年是传统农业社会 老一辈的早餐通常是吃粥 而新生代的年轻人常常不吃早餐 或者常吃油炸物和甜的饮料 这样的早餐习惯 是不是也常常发生在你的身上呢 经过一夜的睡眠 我们的血糖可能会比较低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在没有吃早餐的状况之下 它会开始去分解我们的肝糖 如果肝糖又不够的时候它有可能会开始去分解我们的肌肉组织 所以如果长期不习惯吃早餐的朋友呢 会发现肌肉组织的部分会慢慢的流失 当然更有可能是它的体脂肪也会增加的更多 因为当它的中餐啦晚餐摄取又过量的时候 这些热量就有可能会变成脂肪的囤积 所以早餐我们均衡摄取进来的这些营养素 可以马上供给给我们一个一个早上的活动需要的能量 如此营养马上吃进来 然后同时在早上这个时间能够消耗掉的时候 自然而然就不会造成脂肪的堆积 大脑是人体的最高指挥官 负责对情绪、记忆、动作等身体调控发号施令 发出讯息让细胞接收 靠的就是神经传导物质 就像传令兵一样 神经传导物质是蛋白质的必须氨基酸转化而成 而蛋白质也是氨基酸的唯一来源饮食 如果没有从每一餐摄取蛋白质 蛋白质就无法运作 因此会感到昏神或是焦虑现象 所以充分摄取蛋白质才能维持这些分子的协调 当然饮食均衡也非常重要 营养师提醒早餐一定要吃 而且要吃的营养 更重要的是要专心吃 才不会胡伦吞早造成肠胃的负担 有一家餐厅标榜以最自然的方式吃下食物 不过这些天然食材的搭配 可以创造出什么样的美味呢 赶快请蔡翔带我们去品尝品尝 哈喽大家好 我是蔡翔 今天带大家来到科技大楼捷运站附近的蔬食餐厅 听说这里的食物可以吃到最原始的美好味道 听起来就让人很期待 我们赶快走吧 一走进餐厅就感觉到好明亮又温馨的氛围 而且老板好热情 很详细的跟我介绍他们的餐点 每一样都感觉好精彩哦 我们现在来到O Char Char的B1 跟一楼的是完全截然不同的风格 因为在这个空间老板希望有一点童趣 他摆饰了几十多种的桌游 所以让美食家来这边不仅可以享受美食 也可以免费的游玩这些桌游 然后还有一些设备标的吧台啊 非常的有趣 那我们现在赶快来欢迎老板 Hello nice to meet you I'm Sonia Hi I'm Spencer Spencer Okay can you introduce the colorful food? This is our sunrise bowl and it uses tofu mushroom, bell pepper onion and broccoli and then we use a sauce, two different sauces we use a cashew based sauce so it's very sumptuous and spicy mango sauce that we ferment ourselves What's this? That's barbecue mushrooms So our barbecue mushrooms we actually we pull them apart and pretty soon actually we're going to start mixing in banana peel Banana peel? Yeah It tastes good or strange It's going to taste exactly like it is now maybe a little more just slightly more crunchy but actually we did a taste test with all of our staff upstairs and we actually couldn't tell the difference May I try it? Yeah sure 好綿的口感喔 好香 它姜黃味道好香喔 我要再吃一下这个 他们说那个什么有那个香蕉皮的 看我吃不出来 吃不吃的出来香蕉皮 好特别的味道 因为这个味道其实跟台湾的料理 或是那种泰式料理 你平常吃到的是不一样的 然后它的味道都是比较温和的感觉 你可以非常的明显吃到食物原本的味道 the next one is the barbecue mozzarella roll so the reason why we chose this one this one actually has the same pulled mushroom pork but inside we make our own mozzarella cheese from fermented coconut 从这边吃最多料的地方 嗯 它也是一样有加了很多的香料在里面 我可以不要讲话了 好好吃 我平常不喜欢吃椰子油 因为椰子油会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可是它的椰子油是真的是好吃 就是那种淡淡的椰子的香味 可能是因为我之前吃到椰子 或是那种什么椰奶都太化学了 所以我一直很讨厌椰子做的东西 可是当我第一次喝椰子汁 我就是要完全不一样 因为食物最原始的味道才是最美好的 好 今天谢谢老板 帮我们介绍出某种品好吃的食物 那如果大家喜欢这里的话 赶快来尝尝这些食物真的超好吃 而且我刚看的菜单还有一些 更多我也很有兴趣的 还有甜点啊 优格什么的 很棒哦 来自美国的 Spencer 和他的太太 不仅持续地开分店 同时也跟公司好好合作 计划推出养生便当 他们对于土地 食物 还有健康的热爱 是不是也很值得我们效法呢 蔬果冲和制告诉您蔬食大小事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首先给我们下车的吸入